一切都尊重議會 最重要的 我會不斷的把實情 我了解的來跟大家做說明 其中最重要的關鍵 要回頭過來 到底這個真相是什麼 是誰用藥 讓孩子們受傷害 這個用藥是老師嗎 還是家長理念本身 或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相信只要把事實理清楚 所以檢方才是最重要的一個關鍵角色 所以我們希望檢方把藥物的來源講出來 那藥物為什麼有這個成分 我們的管制藥品有沒有出了問題 中央在管制藥品這個方面上 是不是也要說清楚 這個藥物如果說出來是從何而來 那要搞清楚這個藥物為什麼有這個成分 那也要中央在管制藥物上 也要說清楚 這才是最重要的重點 新北市最主要是在第一個時間接到報案 從沒有言論 不管1999 不管任何人說我們幾號報案 都沒有這個事實 請不要以而傳而 某些新北市沒有積極的去處理 我們在第二個時間 檢方也說過 新北市政府在第一個時間立即報案 配合檢方積極的辦理 這也是檢察官說的 所以檢察官已經說了多次 新北市行政配合司法全力調查 把事實釐清出身下 所以今天也要拜託檢察官 快速地把事情釐清出 這才是最重要的關鍵點